1. 把資料填到這個地方 1. 把資料填到這個地方 第一個你可以用向下追蹤 A2 向下 然後呢 可是他追蹤是7 你就把7加1不就好了 第二個的話 那我就知道哪一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就是追蹤到的那一個 假設是R R列的A欄 R列的B欄 R列的C欄 把資料填過去就好了 OK 就填一個蘿蔔一個坑 這個後面三個再慢慢把它算出來 我們這一個部分就完成 那我大概DEMO一下 程式已經寫好了 不過程式有一點點多 但是不會太多 你們等一下如果實在不行 雲端上都有答案 有程式 你也可以先貼沒關係 再來改 那怎麼加 1. 如果你程式要寫在哪裡的話 一樣是事件驅動 哪個事件呢 當我按下這個按鈕的時候 所以你在按鈕點兩下 他就告訴你說程式寫在這裡 他就跟你講說 那個東西叫comment button1 如果你不改名稱的話 預設名稱 他被什麼呢 被click 所以前面是有點像主詞 後面叫動詞 當他被點擊click的時候 那你就把程式寫在中間 上面是音 下面是果 OK 那寫什麼呢 就寫我剛剛講的這些東西 那因為這個程式稍微容長一點點 那我把他這邊都有了 剛剛做的就是這個 第一行跟最後一行不用 把中間這一塊 就是我們要的程式 Ctrl C 你會發現上面都有註解 1234 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區塊裡面貼上 先把字放大一下 因為這看起來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把它稍微放大一些 1234 其實就我剛剛講的 怎麼樣向下追蹤 游標放在A2向下追蹤 有沒有發現 Range A2 向下追蹤還是印象吧 這個寫了很多片 這個應該要熟了 然後呢 加1意思就是說 第七列的下面 意思就是第八列有沒有 然後呢 這個第八列的訊息呢 我先放在一個變數叫R 所以呢 假如說我要填資料的話 那我追蹤到的 把這個8 填到這個R裡面 所以R裡面就放8 那再來的話呢 我要把什麼呢 把儲存格 這個是Test Bar 1 指的是什麼呢 指的是我的 這個上面填的 這個東西預設叫Test Bar 1 1 2 3 4 如果說你沒有變動的話 理論上應該是這個 可是我建議你 不要亂改啊 因為改錯了 可能跟我程式不一樣 跑會錯 OK 那裡面的資料呢 那就是 Test Bar 1 裡面的資料 就點Test 那 我們講 我這樣特別強調 後面的資料 可以丟給前面喔 後面資料丟給前面 所以其實喔 他就是把表單填的資料 你知道 再幫我填到這個格子裡面 OK 一個蘿蔔一個坑 就會怎樣幫我填過來了 那填完之後再算平均 再去用那個成績函數 呼叫把資料帶給他 然後呢 再一個一個 最後清除 最後再優標放上去 那我先Demo給各位看 待會我們再把那個重點再 好 比如說 AAA Enter 其實Enter他也會變成 Enter會變Tab 會自動幫你換下一個 85分 Enter 96 Enter 再一個Enter他會跳到這個新增 如果你那個順序沒有 中間沒有換過的話 應該會這樣一直往下 然後你就要按什麼 按個新增喔 或者你按滑鼠 或者按Enter也可以 Enter 有沒有發現 他就做了什麼事呢 把資料填上去 平均 合格不合格 多重 OK 然後呢 清空 游標放在姓名 一個cycle了 應該可以看懂這個 這個 這個 邏輯吧 那只是說我要怎麼把程式撰寫 OK 第一個 游標這邊點兩下 那我剛剛講過 一 新增資料 只有四個資料 所以我要先知道一件事 最下面一列 的位置 第二的話呢 把TestboxE裡面的資料 因為我們表單裡面呢 有1234 就是這個 1234 填到1234 填到這邊來 填到這邊來 所以我的程式的寫法 就是把這個資料 填到這邊來 這個資料 填到這邊來 應該可以看懂這個邏輯啦 所以基本上這個都是一個 蘿蔔一個坑的動作 這個填到A 這個填到B C D OK 應該可以看懂吧 沒有問題吧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要做什麼呢 接下來填完之後呢 我還要平均 可是這個平均特別注意喔 平均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啦 相加之後除以3 但是請特別注意喔 我的程式要怎麼樣 撰寫會比較簡單喔 是